这一次的音响展我选了两首NHK大合剧 那一首是脸昌店的十三人 一首就是现在要讲的这个麒麟来了 麒麟来了这一部戏 他里面有十串小百合演出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十串小百合的话可以看一下 不过今天我们要着重在他的音乐 他的主题是这样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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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有比較多的那個樂器 有一些木管的樂器 然後還有一些合唱什麼的 而且他主旋律很明確 就是有一個很明確的主旋律 然後有銅管去吹 可是呢 這個麒麟來的不太一樣 他的這個音樂 比較像是 有點像誰呢 有點像是神鬼七行 就是神鬼七行會 他比較拖長音 然後中間有很多的打擊 低頻 什麼的 麒麟來的比較像是這種感覺 所以他那個 然後 就是這樣子不斷的這樣子交錯 所以呢 他對這個喇叭呢 相較於那個 連倉電的十三人呢 這一首曲子呢 對你喇叭的整個低頻的力道反應呢 還有他的那個聲音的高低頻呢 那在同時出現的時候呢 能不能把他展現好呢 是非常大的挑戰 他跟那個連倉電的十三人有點不同 因為連倉電的十三人 他的音樂的那個 樂器 他的沒有那麼多的低頻 雖然他大部分是在人聲跟樂器上面 所以呢 這個麒麟來的人 他就多了這個低頻的挑戰 所以呢 你在聽的時候呢 第一個覺得還是一樣嘛 就是 你聽他那個低頻的反應速度 在鸚鵡螺 他的反應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他那個敲擊的那個力道 你感覺 比較會有那種敲擊的感覺 可是呢 如果你是用Fynt 的話呢 他的那個低頻 就會濃濃的淹沒 就是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真的就是要出真的的那個感覺啦 所以兩者的感受是不同的 大家在聽這兩手的時候 要特別著重這個部分 這次音響展呢 我們同樣的曲單呢 會在兩個地方播放 第一個就是我的音響沙龍 露名 用那拳套鸚鵡螺播放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圓山音響展的V105號反 台生的展間 這次一樣展出我的 Fynt F1-12 跟Vintage-12 還有Accuphase 大拳套 就是在那直接播出 那目前呢 我們露名已經可以報名了 那如果說你現在看到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在會場了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直接到露名現場 我們可以限節讓你直接進去 但是 有沒有座位就不一定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聽完這個 Fynt 這邊的聲音 你可以趕快前往露名 去聽聽看鸚鵡螺的聲音 我選給你 我們只會抱歉 來看看鸚鵡鵡 這個是一段時間 不要怕鸚鵡 b 집에在那裡 我會把鸚鵡鵡 又讓你回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